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偏财呢 有些人就是属于除了我工作以外 有多于其他的收入 那么我把它当作是偏财 有人说人无横财不富 那个富不是正常的富 那叫报富 有些人正财旺的时候 偏财就不旺 那有些人偏财旺的时候 他工作上面来说 可能在工作上就比较少表达了一个机会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 我的横财从哪里来 以下有四个字 也就是野菜这个赚万四个字 把眼睛闭起来看一下 哪个字在我的心目中突然间浮现出来 这个字可能真的就是我想要的字 选择野这个字的时候 这个字恭喜你 再看一下 这个字代表它是投资理财 那么预定目标 它这个部分 我们要看到预定目标的预知的开头 那第二个呢 这里头是呢 那么加上一个协欲旁 就是理财的理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选择到这个字的时候呢 不妨想想怎么样去 要做好理财的规划 基本上我不是太买股票这种东西 我本身就是没有很财命的那一种 所以呢 当大家都在赚这个钱的时候 其实说实话 我们就是看着别人在做 如果真的选到这个字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 你要记得要设定一个目标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 那么以前滚钱 就是选择到这个字的朋友 那么你要去做的 方法有很多 不一定是在股票方面 那么用钱去赚钱 是我的横财 能够进来的一个方式 来看一下选择菜这个字的朋友 观众朋友选择菜这个字的时候 来看一下 它是彩色的彩 我们下方彩色的彩的开头 要特别注意 像彩券股票 它也是萌芽的萌的开头 当然彩券的类别有很多种 不一定是要买特定买的 现在类别我不太懂 不好意思 因为我的职业有一些限定 所以凡是偏财类的东西 我大概一概都不碰 你如果有相关的一些 这一类的这个东西的话 不妨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代表飞来财富 那么可以透过类似彩券 罚票或者是各种方面来说的话 它就比较有这个所谓的 萌芽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是正财为主 比较没有偏财的人 记得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买了五块 五块钱 五块六块 财业蛋 然后就发票中了几千块 我本身呢 我就是那种 每个月发票都累积起来 以前都是堆一堆 然后我的家人 就会拿去核堆 就会发现 我的都不会中 我的都不会中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这个话 不妨选择好的一个方向 相信在这方面来说 就会有好的一个财运 好 来看一下选择赚的朋友 赚的这个朋友 赚旁边不是奸差的奸吗 所以基本上它代表 奸差或打工 另辟财员 旁边是财员的财的 所以选择到这个朋友 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多做 我有一个朋友 除了他原本的本行以外 刚好有个朋友 想要找他一起做 另外一个投资 上班 他正常上班 下班以后 他就跟他的朋友一起投资 他的薪资大概在 很早的时候 大概才两万多块 晚上的副业 一个月可以让他赚十万块 是他本业的五倍以上 选到这个字的朋友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就不妨去试试看 选到万字的朋友 这个地方代表获得奖励 这个地方是奖励的立字的下方 那么相对应的来说的时候 也代表迈进的 迈字的结尾 获得奖励 迈向成功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选得到这个字的时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可以透过奖金或比赛 类似的一些竞赛的机会 不妨去参与 记得我一个朋友 因为他搬到这个比较乡下去 他比较有时间了 所以他后来就自己拍一些影片 然后就自己做一些剪接 开始学剪接再做 结果后来他还得奖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选择到这个的话 不妨选择一些 可能比赛的机会 或者是一些 一些相对的应的机会 好好努力去做 一定会有一番成绩 那么以上四个字 仅供观众朋友作为参考 观众朋友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 欢迎您 这个加入我们的会员 可以在我们的下方 留下你的讯息 那我们下回见啰 拜拜 进行锁定风水有关系的 YouTube频道 里面有更多的资讯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么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 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